那成佛的基础是在哪里来的呢 一定是正法的法流流入我们心天中 也就是要我们不断地种下佛法的种子 最后它开的花接的果 才是佛法的花 佛法的果 你才能成佛 而在我们过去的心天中 你都是贪嗔吃的种子 即使是三善道的种子 静定的种子 善行的种子 它也和贪嗔吃的种子 砸染在一起 它不像我们做了挑选 我把善的种子种在这个田里 饿的种子种在这个田里 善的接收了 我得接收饿的 不是这样 就像庄家立地庄建 你分不清哪里是稻草 哪里是水稻 它可能一起成熟 不可捉摸 即使是善的种子 它成熟的 也是我们成就善道的种子 那如何获得这个成佛的种子呢 先不说成佛的行为 先说成佛的种子 那就要听闻和熏悉 佛法 种下呢 佛法的种子 所以说不可能啊 一个人呢 没有听闻熏悉佛法 他在石头 拽了一跤 磕大脑了 磕开窍了 即使我们看到 有些人 这一世啊 只修某一个法门 有所成就 那他也是前世修行了 很多闻熏的法 一定是有一个闻熏的过程 那正法呢 是通过我们念诵经典 获得种子 那么这闻熏呢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 熏悉它 给那个种子 增上缘 浇水 那在这里呢 到达时啊 直出 最原荣的 原教的法门 就是普贤学院品 而普贤学院品 最精华的 原荣最精华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礼敬门 供养门 忏悔门 发远门 和迟送门 那这个最早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苏联啊 珍藏的 黑水层层的文献中找到 密宗 缘音 网上 有这样的记载 而且对这五门的观想啊 是显宗 密宗 共同修行的基础 特别是密宗 更重视啊 这五门的观修 只有你不动 不断的念诵 观想 这五个方面 才相当于在你心田里啊 有了佛的种子 你所有的修行啊 才有用处 如果你在没有种子的田地上 浇水啊 给它再多的阳光 再多的营养 它也是三善道 或者三恶道的种子成熟 它也没有佛法的增长 因此啊 这五个门啊 是我们啊 学佛的基础